加拿大多伦敦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周三发布了一个报告 披露腾讯公司的搜狗输入法 搜狗输入法有4.55亿的用户 它的用户的案件记录 打入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网络窃听者解密 然后传输到中国大陆的总部 这些用户不仅仅是中国大陆 还包括美国台湾和日本的用户 然后公民实验室向搜狗开发者 暴露了这些漏洞 后者于今年7月20日 发布了软件的修复版本 说虽然搜狗解决了 报告提及的安全漏洞 但这款应用程序 仍然将用户输入的内容 传输到搜狗位于中国大陆的服务器 而且这些服务器 都在中国政府的法律间管辖下 报告提醒说 搜狗的高风险用户应该警惕 因为输入的内容 可能包括敏感或个人信息 报告还强调 虽然搜狗的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 但中国开发的应用软件 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这个不是解决能解决的 它是故意留了这样一个后门 说实话 咱们详细解读一下 就是一个后门在输入法里头 就已经流进去了 放进去了 输入法里头 你的打的每一个字 然后它不断集成 你的相应的软件的 你的手机的信息 然后最后它可以定位 这个有一个叫约翰斯科特雷尔顿 他的推特账户 把这个搜狗的 这个输入法的具体的详细逻辑 在这里面给他解读了一下 这位约翰·罗尔顿 是就是MasterDone 他说他是公民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 他用这个通过代码的方式 给大家解读了一下 就是意思告诉你 这是实锤的 这个意味着什么 首先 这其实输入法里面装后门 这是我们早就说过的 很早以前就说过 现在被西方总算关注到了 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些记录能产生什么样的 为什么要搜集这些东西 二是毫无疑问 是定位 定位 定位什么呢 定位他们专门需要定位的人 还有根据这些人输入法 比如说人有输入习惯 他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每个人说话 他有自己的说话习惯 中公当官的 说一句话 和咱们说的 那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说 听路德社的节目 咱们说的和中央电视台 就不是一个风味 因为用词 它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专门有标准的 说任何东西 都得要冠冕堂皇的那一套 说辞 咱们都是 如果说按中共的说话 就是口头用语 这用词不一样 这就是通过人工智能 可以慢慢的分析出来 学习出来 然后来定位 哪些人是谁 谁是谁 然后从而定位 这些人在哪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多没有被定位的人 都不需要定位的人 它根据你的输入习惯 它可以立即 给你做认知上的推荐 比如说YouTube 我们早就做节目 如果你在某一天 打电话 跟别人说 说一件事 说要去哪吃饭 你可能会很神奇的发现 你的手机 YouTube或者别的 会推荐你 很多视频 说什么美食 它就给你推荐出来了 所以这种 如果在国内的话 那就是 我已经测试过很多次 很多人都有 这样同样的感觉 语音变成了文字 文字 然后反向的 它给你推荐一些视频 这里头都是有关联的 甚至你的地图 反正相关联 甚至你的网页 谷歌一搜索 第一时间 谈出一个推荐一些 这样的新闻 或这样的一些视频 在国内也是一样的 在中国大陆 更加 这就是啥 这就是分析你的用户习惯 来进行推荐 这在美国 那都是成熟的技术 那在中共国 那毫无疑问 更加 这是第二点 那种都是 说白了这种 都是商业用途 中共可以把这个商业用途 变成一种认知 干涉 信息 信息的压制 海量的信息 改变你的认知 这就是为啥 绝对不会推荐 路德社的节目 一定会推荐 因为很多对反共 它是有一定的 说白了这个市场 它是有一定的 反共言论的一个市场 它绝对不会推荐咱的 所以它就做一堆 反共的这些 所谓的言论 推荐他们的 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 都是虚假的 我告诉大家 这都是背后 有一种流量操纵 流量控制 让你无形间 接受到一些虚假信息 信息压制 最后改变认知 认知上改变以后 说白了 最终就实现 它的利益 慢慢的一点一点 调整 所以这里头的 最根本的源头 是在哪里 一个是语音 二个是文字 文字最重要的源头 就是大字 输入法 我们当时专门 我记得2022年的时候 专门做很多节目 就告诉大家 这些啊 比如说有军语 还有中共的 这种相应的文字 包括他们的官方用语 这都叫做输入法 就是你用翻译 翻译软件 也是要先用输入法 输入法是所有 这里 就文字方面的源头 占据了认知干涉的源头 中共搜狗 它就在做这个事 它除了搜狗里外 还有别的 别的输入法 所以这我们之前说的 现在你看得到验证 很多人都已经发现了 这就是啥 现在爆出来 就是啥意思 美国必须得立即解决 这个中文输入法 如果不能解决 中文输入法 中共的认知干涉的源头问题 中国人十几亿人 哪怕跑到海外 你只解决微信和TikTok 你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你得要解决输入法的问题 输入法解决了 才能解决接下来后面一系列的 因为这输入法还会带来啥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最关键的未来 在文字上就是输入法 影响 因为这讲学习嘛 人工智能的学习 这影响了民意 影响了真正的 美国的自由世界的国家安全 中共早就开始布局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就发现 跑到海外 中共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洗脑 就是来自于这 现在是核心是啥 就是谁做一个个人或者企业 你根本对中共 这个你是防不住的 防不胜防 唯一做的就是啥 就跟那个华尔街投资限制定一样 必须得一刀切 否则我跟你说 谁都防不住 现在只说的是腾讯输入法 腾讯的这个 它有很多 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派人 渗透到谷歌的输入法 或者微软的输入法里面 有没有安插 他们的这些后台的代码 谁也不知道 说实话只能靠壮大运 所以它有没有影响英文的 你不知道 或者是比如说别的文的 西班牙文的这种输入法 因为它这是一个军事行动 它是一个国家行动 全球布局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 漏了 所以被我抓到了 但是这件事情 我相信一定要美国 特别是相关的 一定要一刀切 这个危害相当大 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 最直接的危害 如果不能把输入法 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不能彻底根除 下载输入法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那你的认知 认知战 认知干预 百分之百 在华人世界里 你是大不大不过中共的 中共只要控制了 这个输入法的源头 任何事情 它都可以控制 因为现在输入法 它是所后台 它现在都讲云服务 云端服务 说白了 表面上输入法 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小应用程序 占用不了多少空间 但是由于5G 甚至未来6G 它实际上 它可以做到 在服务器段调用 说白了 它不占你的空间 但是你的很多东西 都会给它给传回去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就打两个字 比如说打研究 你只要一点 你就选择那个研究 但它如果在研究那里头 给你设置了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就自动的 把你的地址给回传 很简单 它只要在服务器段 给你做了 这样一串代码进去 就你一般不是 你知道吗 你打研究两次 它有个人工智能的 然后惯性的给你选择 你就点了研究 你点的时候就相当一点 这个研究背后 其实就是确认 研究后面两个字 它带了一串代码 你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你平时 你是抓不住的 但它可以做到这个 因为你会点 你只要一点 你的相应的信息 就给它抓回去了 你的地址 IP地址 坐标 然后你在车里头 如果也用这个输入法 回头写几个字 输个地址 去哪里 去纽约什么什么地方 一点确认 说白了 你这里就已经被它控制了 但能做 说白了 只要你的手机 有一个通道 跟它联系起来 什么它都可以做得到 无所不做 这就是中共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很惊喜 高兴的看到 总算有研究机构 总算把这个东西 做了报告出来 希望美国相关的国会 一定要就跟今天说的 这个汽车的黑客 那是组件 除了组件以外 源头的这个东西 你都得要立即下令 立即想法设法 给它阻止 否则 未来 自由世界一旦全面的 各种战争开始的话 你在那个就来不及了 再想阻止 最后一点啊 很多人说 为什么中共 中国做这些东西 咱们就说 它一定有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是 中共百分之百控制 各方面 所有你只要 你的公司 你的服务器在北京 而在国内 他百分之百是国安 或者总参 他有人在里头 有专门的 总参的军代表在里面 而这相应的东西 只加入他们的后台 作为他邪恶统治的 这个抓手 邪恶统治的一个利器 无所不在 核心是啥 核心是没有 这个列宁式组织 没有人能牵头 做到这个 就是很多事情 你想做 但是没有 这个列宁式组织的时候 你就做不了 做不了恶 恶无处不在 但是恶 能不能做到 这么大影响力 几个亿用户 这必须得有一个 强大的列宁式组织 就像一把刀样 也可以杀人 也可以砍切菜 也可以救人 中共永远是把这些 全部来作恶 除了作恶以外 它还是可 一个庞大的列宁式组织 所以这种危害性 是很大很大的